主料,高粉150克,低粉50克,鸡蛋1个,辅量,玉米油20克,盐1克,豆浆,白砂糖30克,酵母3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先液体后面粉的顺序放入煮玉米油的原料,用筷子先搅和,以免到处备出面粉,启动了两次的和面程序, 玉米油在剩下的15分钟,加入直至结束,8至2倍大,取出排气,然后分成均等的小面团,根据自己喜欢分成几份醒10分钟,取其中一个面团,擀开,如土,用刀在中间画上撒刀,然后卷起,放温暖处,8至2倍大,刷上蛋液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层170度20分钟, 烤好的面包非常的香啊,好香呢,我已经来不及等它亮了就吃了,最好还是等它亮了再吃我,烹饪技巧,豆浆的分量,为什么没有血,是因为面粉的吸水性都不一样,我怕血了,有些朋友放进去不是多了,就是少了,害人了, 所以豆浆不要一次性放那么多,看情况,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